大家好,我是Vincent 近期我們收集到不同的拉架用家 或者新手有些特別的問題 我們這次和大家回答一下 拉架鏡頭、銀色的人、黑色的人 幫我機構其實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很特別的記住 最主要是哪些鏡頭便宜和貴 都是原因是物以罕為貴 以前來算是黑色鏡的生產少很多 銀鏡的產量多很多 而現金來說反過來 黑鏡產量多很多 銀鏡反而少很多 最主要原因是銀鏡的造工方面 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為銀色鏡的造工用的材料不同 而黑鏡是不合金做的 一般黑色鏡都會比銀鏡便宜 因為銀鏡的產量少很多 而黑鏡產量多很多 但有一支鏡是例外的 就是黑色的背景鏡頭 黑色的背景鏡頭 黑色的背景鏡頭 產量亦比銀鏡少很多 而現金來說 因為黑色的背景鏡的鏡頭 是同造的 而比普通的黑鏡更多 價錢來說 暫時的計算 最貴就是背景 第二就是銀鏡 因為銀鏡來說 很多時刷失產量 都會比黑鏡少了 而黑鏡產量更多 而黑鏡產量更多 最主要是銀耳可玫瑰 拉架早期的螺絲鏡 亦同樣安裝在M鏡上 只要大家安裝一個 L、SAR、M的設計畫 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有連銀對焦功能 一般會露銅的相機 它的造工都是用背景鏡做的 而機身來說 要先同機身 但是黑色機來說 會有黑鏡 又或者有幾多顏色的鏡 例如灰色方面 或者綠色方面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R 基本上可以加上的潮環 在安裝在M鏡上使用 但是一樣的是 如果你的M鏡 是像早期的FIRM機 或者早期的CCD機種的機 不是Celos機種的機 就有一個問題出現 所以有一個就是古焦 它沒有一個 連銅對焦功能 但是現今的新款機 例如Celos 例如M240 或者M10方面 它們有LiveView功能 它們就可以外遇到對焦了 如果去旅行來說 當然拿M機就很方便 但是有哪些鏡是適合的呢? 一些老前輩 通常都說 4支鏡 分別 21 35 50 90 又可以走全世界 如果我們想說 再方便一點 其實LiveLive也有兩支鏡 很好用的 就是最有馬 第一支就是 28 35 50 基本上這支已經很合適 大家用的 另外一支 Super Wild 就是16 18-21 這些鏡都是適合它量用的 今天和大家解答了一些部分的問題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問題 或者想知道其他東西 我們影片的簡介裡面 就是連結的 大家可以連結 打開所有問題資料 我們下次再回來 拜拜